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也不知道是啥 只知道后面这个云终端的bug差点让全人类丧命 杨修波的老婆是生物科学家叫钱蜜 等等突然间觉得这两个名字有点耳熟呀 吴秀波和杨蜜五股躺腔 这位钱蜜呢不知道因为啥原因 患上了神经性皮肤衰老症的病 然后容貌大变 原本满脸胶原蛋白的脸蛋瞬间凹陷 这位大姐心态瞬间崩了呀 至此终日以面具世人连老公和孩子也不见 活在研究所古岛能让容貌恢复的高科技 当然功夫不负有心的人 终于研究出了个叫2.5威力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再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叫啥 毕竟电影里一会儿说它是直径小于2.5的威力 它的直径小于2.5 一会儿呢又是体积小于2.5的威力 他们体积小于2.5 导演醒醒咱能先把台词统一了吗 就是这个由云终端控制的威力 让前蜜恢复了之前的美貌容颜 但是云终端有bug呀 威力在前蜜的身体中已经不受控制了 在前蜜返回研究所前 病毒就已经潜跑出来 并且袭击了他们的女儿 为了女儿的生命安全 杨秀波终于要回去修复云终端的bug了 接下来本篇最大的槽点就要登场了 你说堂堂一群生物专家 不用生物手段来研究如何抵抗这种病毒 直接一句拿火烧拿炸弹炸 你们是小学生物科毕业的吗 好就算可以拿火烧 你们在实验室里配了半天 装在室管里的液体 我以为是传说中的液体炸药 最后被叫做什么 铝热剂 我又难住一句台词问问编剧 中学部老师人们教我理吗 中学部老师人们教我理吗 铝热剂是液体 没有引爆装置也就算了 连铝热剂是固体都不知道 最后男主被炸飞一百多米 居然毫发无损 我只是呵呵了 前方再次高能 市长应对这次病毒竟然出动了坦克 没错 接下来你将看到除了这部片子里世界上任何一部电影中都不会出现的一幕 坦克大战病毒 当然还有很多槽点我就不一一例举了 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一看 瞬间闪下你的狗眼 好啦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下期再见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广大网友是如何评价这部电影的 8 Fleetwood Anticode Lesson 1 坦克大战病毒 人体规断 勁化燃烧弹 Alma 霸 雷 Lesson 2 希望编剧回去补习一下高中物理 车补习 回忆 可以 车补习 微粒不就是蛋白质吗 没有 我只有火性 裏面是有铁 铁呢 总会生锈 我是字华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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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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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